要說在能源政策部分 去年是再生能源首度超越核電的部分 那不過呢 現在包含最近台灣的電力吃緊 還有電價調整的部分 那麼現在就有切大佬擔心能源的問題 那麼像是我們民進黨智庫的副董 佟子賢他認為說 呼籲應該重啟核一跟核四 那總統認為說 我們的能源政策是否應該做調整 謝謝 我認為從此嫌副董事長的看法 應該是他的個人看法 實際上在執行上也有一定程度的困難 那原因再由於我們核一核二廠 都已經依法停止商轉 但都面臨一樣的問題 就是燃料棒一直在如新 無法取出的問題 這些問題的解決 都需要中央地方一起來努力 那核廢料的處理 是不管任何的政黨之爭 都必須要面對的難解的問題 而我們綠電的發展 即使受到疫情的影響 去年綠電的發電已經超過了核電 我們會堅定地持續推動能源轉型 並且邁向2050近零碳排 而且依照我們現在的規劃 到2030年不包括再生能源 我們新增的電廠機組 扣除掉廚藝機組的淨增加數量 可以達到910萬千瓦 那麼增加的量將近核一加核二的三倍 所以我可以告訴大家 臺灣不會缺電 但是我們需要持續的投資 儲電設備的建制 以及電網韌性的建構 來提升以及確保 我們供電的穩定性 想請教總統 最近台積電 已經有承諾要在日本擴大投資 然後台積電也計畫要在美國 投資先進的製程 那在歐洲也計畫有所投資 那您怎麼看台積電在這個海外的佈局 那政府要如何確保 臺灣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 一個關鍵優勢的地位 尤其是現在人才受到 少子化的衝擊跟影響 那嚴重不足 那各行各業都在競逐這個人才 雖然政府已經有投資一些半導體學院 但是好像就是人才不足的問題 還是非常的嚴重 那不知道總統 未來有沒有跟國際鏈結 或者是說更嶄新的一個作為 謝謝 那我剛才有提到 臺灣半導體關鍵的優勢 有三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 我們的民主治理 另外我們領先全球的技術優勢 以及完整健全產業生態系 這都是臺灣幾十年來的累積 不是任何一個國家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的 這也是張宗摩創辦人常常提醒我們的 而我們要守住這個優勢的關鍵在於研發重心和先進製程留在臺灣 持續提供全球最安全最可靠 而且最有效率的產品跟服務 那您剛才提的沒有錯 人才是關鍵中的關鍵 而當我們的業者在成熟製程布局全球的同時 也是可以從全球吸引更多的人才 和臺灣的人才進行良性競爭跟交流 那麼透過這樣的良性循環 實際上會更強化臺灣的半導體產業的優勢 那麼至於在整體的產業所需要的人才的培育養成 以及增加供給的這一些問題 我相信國發會在近期內會提出一個完整的說明 總統您好 三立新聞記者游任博提問 想跟總統請教 因為現在我們正在進行記者會同時 在日本的廣島也在舉行G7的高峰會 那在高峰會上面台海的議題 兩岸議題也成為討論焦點 那各國都同意維持台海和平的一個重要性 那總統您的看法是什麼 因為您剛才提到說 這個全球是要處理兩岸關係 這個全球自己也指的是什麼 謝謝總統 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 已經是全球的共識 那現在的臺灣是世界的臺灣 我們不僅在全球供應鏈上有關鍵的角色 台海還是世界貿易重要的生命線 而在地緣上更是區域安全跟民主自由的前線 那就像岸田首相不久以前所說的 他說臺灣的安全已經是全球的共同議題 身為臺灣人 我們不該小看自己 也需要具備全球的格局跟責任感 臺灣也會和全世界所有理念相同的國家 共同來努力 一起來促進區域的和平 安全跟穩定以及繁榮 總統您好 一電視記者陳怨廷提問 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總統有提到說 台海問題已經提升到全球層次 那因為美國國防部長是說 會透過總統的撥款權 來提供5億美元的額外軍援給臺灣 兩個問題想要請教總統 第一個是這是因為台海情勢 有什麼特別的狀況或是改變嗎 第二個是 馮氏寬主委說 可能會付出不可預期的代價 想要請教總統 我們來看 謝謝 馮氏寬主委講的 他已經自己都澄清了 我就不再在這裡多做解釋 那您剛才所講的所謂的特別狀況 我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狀況 那這一次的美方的援助 主要的是因為疫情 等原因有些軍售的交貨 多少有遲延的情形 所以這些元素計畫 是為了讓我們在整體戰力的強化 不會因此而受到延宕 所以我們要感謝美國行政部門 以及國會對我們的支持 至於在項目上 目前我們的國安跟國防部門跟美方 正在進行整體的演繹 到時候我們也會讓國人知道 總統好 聯合報提問 想請問高房價的議題 之前賴副總統有提到說 房價在降了 想要請問總統是否同意這樣的看法 那另外是總統有提出過 八年要興建二十萬戶的社會住宅 那目前是有已經到七年了 達成率只有六成出頭 青年負擔不起高房價的問題 依然在社會存在 請問總統怎麼評價您這七年來的居住 增一成績 謝謝 高房價確實是很多人的難題 但是健全 房地產 市場 安定居住者的權利 是我們執政以來一直堅持的原則 因此我們多管旗下 做了很多的努力在抑制房價 例如我們立法限制屯屋 以及其他可能炒作房價的作為 又一如我們進來有一個交通方案 這個方案是整合各縣市 和各種不同的交通工具的費用 讓通勤者的交通負擔可以降低 進而擴大他們居住點的選擇 希望因此主要的都會 都會區可以減壓 房價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此外 產業均衡發展 也會讓人口不再繼續在既有的都會區 而能夠較分散的分佈 對於房價也有一定的意志 也有一定的幫助 這個我們過去在產業政策上 也都注意到它新的分佈點 在供給面方面 就如同剛才講 我們推動興建社會住宅跟包租代管 我們是在 我們確實有20萬戶 但是這20萬戶裡面 有12萬戶是要興建的 我們的社會住宅的步伐會越來越快 因為主要的就是當我們開始的時候 有很多的法規還有基本的建制要做 同時我們在開始這個計畫的時候 不論是中央政府還地方政府 都有一定程度的 就是說在經驗必要累積的情況下 速度會慢一點 但是後來會越來越快 我們現在預計到2020年底 是已經興建的 興建完成 正在興建中 那麼同時或者已經發包的 就是已經會確定興建的 應該可以達成我們的目標 那從除了社會住宅的供給之外 那我們也希望未來有一些 這個評價的住宅的選項 那我在這裡我也特別講 社會住宅是需要比較長的時間的累積 當社會住宅的數量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對房價會產生一定的抑制的效果 所以各國都是這樣 社會住宅它是需要時間來累積 只是我們要持續地去找尋更多的 可以開發社會住宅的地點跟機會 那除了從供給面 也就是社會住宅 跟其他的評價住宅的供應之外 我們也要從需求面來減輕住屋者的負擔 所以在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透過租金補貼 還有房貸支持方案等等 來紓緩我們年輕人跟弱勢族群的負擔 我不能說這些努力已經完全地達成目標 甚至還有相當的路要走 但是我們不會停止這些努力 也會陸續地去住屋做法 存更多的面向來減輕人民住屋的負擔 總統好 我是民視新聞李佳華 想問總統說 近年來國際局勢的變動之下 台灣下一個階段的國家領導人 那總統認為應該要具備哪些特質 請問賴副總統有這個特質嗎 你不用回答這一題 台灣當前所面臨的各種挑戰 絕對都是國際級的 所以我希望我們下一任總統 也要有一定相當的能力來處理國際事務 就我來看 台灣的中華民國台灣的領導人 在處理國際事務的時候 應該有幾項必要的體認跟能力特質 第一個 就是有能力在國內的意見分析中 以及複雜的國際環境中找出最大工業術 以及形塑最有利於台灣的立場 最重要的還要維持對外政策的穩定 所以政策的穩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有了政策的穩定性 才會有我們所需要的國際的信賴 第二 要有一定的溝通能力 這個包括在外交場域的溝通 還有在做戰略溝通 甚至於跟人民的溝通都很重要 第三 也是我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能夠跟國際共享價值 並且積極的參與這些價值的實踐 第四點 必須有強烈的自我防衛的意志 讓台灣能夠有足夠的防衛自己的能力 第五 要有能力組織跟領導專業的國安團隊 這是一個高度專業的領域 需要很多人的投入 很多有經驗 有戰略思考的人的共同加入 要回答賴副總統這一題嗎 賴副總統歷練過從地方到中央的好幾個重要的職務 過去 景仁他和我 還有我們的國安團隊 也都共同一起工作 對國際的事務 安全事務 一直到總體經濟都有相當的經驗 我剛才講的領導人的特質不是量身盯坐 但是我認為賴副總統具備相當程度的條件 總統 您好 東升新聞 易如 想請教就是有輿論把2024年 總統大選定位為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那投給民進黨就等於投給戰爭 總統 您怎麼看 戰爭不是全世界的選項 也不是台灣的選項 我剛剛有講到 維持和平穩定的現狀 不僅是全球的共識 也是我們台灣的主流民意 這也是我們不分黨派的共同責任 更是我們兩岸的共同責任 也是我們全球的期待 台灣的任何的政黨跟政治人物 都應該在這個共識上共同來努力 而不是為了選舉的利益 來販賣戰爭恐懼 甚至利用恐懼來煽動台灣人民 拿我們的自由民主去交換 總統 您好 TVBS 邱婉柔 想聲問一下 您覺得自己是大小姐嗎 那另外還想問一下 您剛剛自己有說 就是一年做不到的事情 希望一年加四年 那不過現在就是賴副總統 雖然已經是民進黨的參選人 那有個困境就是 您的年輕人支持度 好像無法能夠全部轉移到他身上 會不會教授他一些佩補呢 我沒有聽過郭董這樣子說過 在我跟他共同努力的那段時間 我們確實也一起希望達成全民對我們的期待 也就是能夠順利的取得BNT的疫苗 那段時間當然有起起伏伏 還有碰到一些困難跟障礙 但是我們也都一起去把它克服了 那我也希望我們的記憶能夠 留在大家共同努力的那段時間 那大家一起努力的那段時間 是一個美好的記憶 那我要回答這個選舉的問題嗎 但是對於賴副總統 我可能比大家了解得多一點 因為我跟他有蠻長的共識經驗 賴副總統有他自己的風格 如果大家多了解他 就會覺得他是有很多的特質 他適合做國家領導人 那我也希望賴副總統在各方面 多跟社會來展現他的特質 那他是 我覺得他有很多的特質 是我們社會所希望看到的 也在透過這個選舉期間 我希望我們可以更深刻的感受到他的這些特質 我是中國時報曾義平 您剛剛一直提到的就是 對於下一個領導人的特質 不過我們比較想要再追問的就是說 您累積了三屆總統選舉的經驗 您要如何的做給傳承下一個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副總統呢 那您也是民進黨最懂選舉的人 所以您想要用什麼方式 可不可以直接跟我們講一下 要告訴賴副總統 謝謝 您說我是最會選舉的這件事情 我看社會會有很大的分歧 那我是很感謝在我選三次總統的過程中 有很多人的共同協力 那也有很多人的支持跟期待 那作為選過三次總統的現任總統 我的心裡是充滿了感激 那當然在這三次的選舉過程中 我們也累積了相當的團隊跟經驗 那這些所累積的團隊跟經驗 很大的程度都轉換成我們執政的基礎 所以他其實就一直在我們的執政的過程中 一直在累積 同時我們在執政的過程中 也找更多的人來共同努力 把這個國政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作為候選人跟現在的總統 我想告訴各位一件事 做總統是不能被教的 做總統是要展現自我的能力 跟我們社會大眾產生的共鳴才是重點 總統您好 我是Buma的Cindy 您今年四月的出訪 就是寫下了許多的里程碑 那想請教您就是在未來一年 您預期在台美的關係上面 還會有哪一些的重大的進展 會比較聚焦在哪些領域上 那您接下來是不是還會有出訪的計畫 那另外一題就是 關於這個您剛也重申了四個堅持 就是您對於未來一年兩岸關係 您預期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那有什麼話想要呼一段的領導人 謝謝 這其實就是我剛才跟大家報告的 我想在未來一年 以至於在更長的時間 我們不論誰執政都有一個共同的責任 就是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這個現狀 那對我來講 在最後一年的執政 我也會抱持著這個態度 那我也希望就是說 能夠替台灣未來的發展 能夠打下一些基礎 那不論是在經濟民生的議題 或者是國防外交 甚至是安全的議題上面 那我也希望 我剛才講過 我可以做完的 我把它做完 我做不完的 我會把它做好規劃 在未來的政府 他們可以持續地來做 那對外的關係呢 尤其是對美的關係 我們都是長期地保持一個溝通的狀態 那我們會與其他的國家 持續地合作 來共同維持這個區域的一個 和平安全的一個狀態 總統您好 我是中央社記者溫貴香 總統您剛剛有提到 現在剩下最後一年 你會做好規劃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目前最想做 或最急迫需要處理的事情 有哪些 那這中間是不是也包括 就在野陣營最近提出的 朝野領袖的政黨會晤 還有包括媒體各界 都非常關心的涉獵議題 謝謝 最後一個是什麼議題 那個 我在 未來 其實要做的事情其實是蠻多的 那當然我剛才也跟各位報告過 就是說 在對外的關係上 我們維持我們政策的穩定 跟各方保持溝通 也希望這種處理的機制跟模式 未來的總統可以做參考 甚至於沿用 那在民生經濟議題上 其實有很多打底的工作 還要持續的進行 那 比如說 我們現在的住宅的問題 我們做了階段性的處理 那下一個階段還要再持續的來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 是台灣的社會很關注的議題 也是年輕人很關注的議題 但是它的解決 它的問題的累積 其實累積得很長的議題 它都解決了 需要持續性的 在每個階段 我們投入資源 用政策 用資源 來緩解這些住屋者的負擔 這些都是我們持續要做的 需要做的打底的工作 我們也會來打底來做 所以你最後的那一題 我還沒開始想 也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那我特別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在最後一年還是要注意到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基礎建設 我們也希望能夠把它做好 那這幾天各位有看到我們去看 這個台灣的很多供水的設施 那這個就是我們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 水資源的開發的一部分 那這個都只是一個總統 只能就他八年的任期 盡其所能的去做 但是它這個是一個台灣長期的累積 長期要處理的這個議題 所以我也希望在每一個階段的總統 他都能夠持續的來努力 來確保我們這個 對於水資源的供應跟開發 都可以持續的努力 因為我們面臨了這種極端氣候的挑戰 不會因為我結束任期而結束了 它會持續的甚至於挑戰會更嚴重 謝謝總統 那我們的記者會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出席 我漏掉了什麼 如果你問我說 我們有思考這個問題 我告訴你如果沒有的話 那是不可能的 那我一直都有思考這個問題 如果大家都有意願 也願意有合適的機會 我們都可以來談一談 重點是我們大家都要有一個認識 就是說要有一個認知 就是政黨對內是可以有競爭的 但是對外還是要團結一致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